丈夫正躺在医院抢救 妻子却提前买好了兽医 刘晓明今年52岁 不久前因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 本该竭尽全力抢救的时候 他的妻子李绍红却默然置之 甚至强行终止了他的治疗 这一幕让刘晓明的兄妹气愤不已 纷纷赶到医院质问李绍红的动机 刘晓明的妹妹说 哥哥本来有望通过手术恢复意识 但是李绍红却在背后搞鬼 让医生停止了治疗 他认为李绍红就是个冷血毒妇 想要谋夺刘晓明的财产 那么李绍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难道他是因为贫困无助而做的无奈之举吗 刘晓明的兄妹告诉我们 这根本不可能 因为刘晓明是个德才兼备的男人 家庭富裕生活衣食 和李绍红共同积累了不少的存款 他们认为李绍红的行为就是谋财害命 我哥买了个保险 死了以后可以赔一百万 刘晓明早就有远见 为自己买了一份高额的保险 如果他不幸去世 他的妻子李绍红就能拿到一百万元的赔偿 而且刘晓明还有几百万的股票在手 这些财产都会在他死后归属于李绍红 刘家的兄弟姐妹们纷纷认为 李绍红是个贪婪的女人 他故意不给刘晓明治疗 就是想早点继承他的遗产 他还提前买了兽医 好像在等着刘晓明死一样 他的行为让人寒心 看着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刘晓明 医生也很无奈 因为李绍红和儿子作为刘晓明的法定监护人 已经签了放弃治疗的协议 医院只能按照他们的医院来做 即使是刘晓明的兄弟姐妹或父母也没有发言权 刘家的兄弟姐妹们急得要命 他们知道每多等一秒 刘晓明就离死亡更进一步 可是在这么紧要的关头 李绍红却不知所踪 那么他到底去了哪里呢 丈夫正躺在医院抢救 妻子却悄悄放弃治疗 还提前买好了兽医 节目组经过多方打探终于联系上了刘晓明的妻子李绍红 面对众人的质问和指责 李绍红表现得十分无奈 他说他并不是不爱丈夫 也没有放弃治疗的想法 自从丈夫住院以来 他整日守在病床旁 忧心忡忡 饮食无味 短短几个月就瘦了三十多斤 可是就在昨天下午 医院正式宣布了丈夫脑死亡的消息 这意味着刘晓明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 只是靠着呼吸机再勉强维持心跳 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 他对丈夫的病情了如指掌 再继续治疗也只是徒劳无益 所以他在万般无奈中做出了放弃治疗的决定 至于刘家姐妹所说的保险金仪式 更是毫无根据的诽谤 李绍红告诉我们 丈夫确实买过一份保险 但那是针对意外死亡的保险 像他这样因为重病去世的情况 是不属于赔付范围的 说到这里 李绍红已经气不成声 他说他和丈夫是青梅竹马 恋爱结婚走到了一起 多年来感情一直非常深厚和甜蜜 丈夫突然病倒 他比任何人都要心痛和难过 如果丈夫还有救治的希望 哪怕花光所有积蓄他都在所不惜 一旁的儿子也支持他的选择 他说他也是医学院的学生 他清楚地知道脑死亡意味着什么 所以他能够理解母亲这个看起来残酷的决定 可是刘家的其他亲人却不能接受这个说法 他们认为只要有一线生机 就不能轻易放弃治疗 这样做就是太不人道了 双方争论不休 气氛一度紧张到了极点 为了得到更权威的说法 节目组带着刘家的兄弟姐妹去找了刘晓明的主治医生 想要问清楚刘晓明现在的病情 医生告诉他们 刘晓明因为手术后感染 导致大脑严重受损 现在已经被判定为脑死亡 除了心跳和脉搏还在跳动 现在的刘晓明已经和一个死去的人没有区别了 继续救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只要一停掉刘晓明的呼吸机 他就会很快停止所有的生理活动 也就正式宣告了刘晓明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医生的解释让刘家的兄弟姐妹们无法接受 他们悲痛欲绝 但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 他们只能围着刘晓明的病床 试图用声音唤醒他 可是刘晓明已经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 最终在亲人们的陪伴下 刘晓明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小编认为 刘晓明的死亡是两个家庭都不想看到的悲剧 这不是一场有对有错的纷争 而是一场无法抗拒的生命轮回 我们能做的 就是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不要让遗憾留在心中 那么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